好的同学们来看一下下一个话题 就是什么呢 语言的一个特点 它的特点呢 这点可能就是一个概述了 我们先说一下 斯卡拉斯一门以伽瓦虚拟机为运行环境 并将面相对象和函数式编程的最佳特性 结合在一起的一门静态类型的编程语言 其实我讲到这儿 其实这句话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把这个图拿出来 大家相信已经理解的特别透了 它必然是静态的 为什么 都已经变一层字节码了 难道还不是静态的吗 说说你看这个图多重要 对吧 这个语言 这句话你就理解的很透彻了 刚才我讲了嘛 首先是JVMG环境 那必然呢 因为最后到这儿来执行 那肯定是基于JVM的 没问题 第二点 它有一部分是支持夹瓦 它必然支持面相对象 对吧 再用什么说的 那老师又讲了 它有特殊的函数式的 那必然支持函数式功能 对 静态语言类型 说一下 静态类型编程语言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 我们从编程语言 这个范围来说呢 有两大类语言 一个呢叫动态类型语言 而动态类型语言 我请同学们举个例子 你们知道 什么叫动态类型语言吗 最经典的 JScrib算不算一个呀 JScrib就算嘛 它是动态的 像Python 像这个PHP PHP 它也是一种动态 它是解释执行的 就是一般来讲 它是在执行的过程中 在把这句话 动态的加载到 它的一个执行器里面去执行 那么 这个Scrib算呢 它是类型 是静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执行之前 它的类型就得确定下来 类型确定下来 那么Scrib算是一门 多范式的语言 范式我刚才讲了 就是编程的方式 编程的方式 那么主要呢 一个是面向对象 一个是函数式 它支持两个 第三点 Scrib的语言代码 是DL Scrib会编一层夹瓦的字节码 并运行在JVM机 并可以调用现有的JVM库 支持两种语言的无缝接轨 但这句话其实呢 也不能全对 无缝 那也看什么情况 那有些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 你支持不了 还有Scrib呢 单作为一门语言那样 它有几个特点 简洁高效 在这里我要先说几句话 有些时候 你可能感觉到不习惯 比如说三元运算 你们在学 一般同学在学夹瓦的时候呢 三元运算是用的比较多的 就觉得这个很简洁 但是告诉大家 在Scrib里面 三元运算被拿掉了 它会变成这样一个东西 你比如说 你这个三元运算在什么呢 在Scrib里面 三元运算就没有了 就是三元运算 三元运算这个符就没有了 运算 运算就没有了 它变成什么样子呢 它变成这样一个东西了 比如说我这有个值 对吧 有个结果 它什么呢 如果 它这样子写的 后面我们还会说 如果这一个条件 条件表达式 好 如果为真 我返回一个值 比如返回一个值 else 又返回另外一个值 它这样子 当然 这个语言 你看 这个ifelse 它直接可以返回一个值了 也就是它用这个来替代了 三元运算 也就是它尽量让这个 逻辑上呢 更简洁一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Skyler里面呢 它做了一些简化 它把一些比较容易混淆的语法拿掉了 比如加加减减的语法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我就先概述一下 比如说在夹袜里面 咱们这样写是没问题的 比如说我夹袜里面有个inti 等于10 那么i++ 对吧 这大家用的比较多 像这种都用的比较多 但是我告诉大家 在我们的Skyler里面 这样写它就错了 它不允许这样写 它会怎么写呢 在Skyler里面 Skyler中 比如说我们要定义一个 这个i 它就会变成这样一个东西 它是这样写的 10 后面我会再说 它这个i++ 这样就错了 这样就错误 它不支持这个写法 错了 它会凭什么呢 它是i++等于1 这样才是OK的 它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说 它把这个++减减 就让它的逻辑更清晰一点 因为++减减 然后再减减加加 那个要看清楚 很麻烦 实际上这个++减减 写在一起的话 你要看清楚 你要看返回边 才看得更清楚 所以说这个呢 它做了一些简化 简减也是一样 好 先概述一下 第四个点 斯卡拉在设计的时候 马丁他参考了夹瓦设计事项 也就是说你会看到很大部分的夹瓦的代码在里面 可以说斯卡拉是源于夹瓦 同时呢 它加入自己的事项 将函数字编程融入到夹瓦 因此在学习 学习过夹瓦的同学呢 只要在学习斯卡拉过程中 搞清斯卡拉和夹瓦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就可以快速掌握这么远 我这里有三点建议 我们学习高效 快速掌握斯卡拉三点 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要去学习斯卡拉特有的语法 特有的语法 这是我们第一个重点 第二点呢 就是搞清楚 搞清楚什么呢 斯卡拉和夹瓦的区别 它的区别在哪里 第三点就是 如何正确的正确 或者是规范的 规范的使用 斯卡拉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的学习重点就是三点 我把它标出来 好同学们 这个就是它的五个特点 那么我们接着把这一个特点给大家板书一下 板书的过程也很快 不会浪费太多时间 就是给它板书到这里 还是简单 刚才老师说的这么几个特点 我就一股脑的拿过来了 这些特点呢 可能在面试的时候 有面试官会问你一下 说你学完斯卡拉过后 别人说斯卡拉有什么特点啊 对吧 你多少要给它打一点出来 你别说斯卡拉我用过 有什么特点呢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就会用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就会用 这样呢 就是一个真正的coder的行为 比如说让你描述一个框架 一个架构是什么样子的 你说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只会写 那人家会相信你吗 对吧 你将来做一个 你们将来先是做程序员 后面我会简单说一下 你们将来发展 比如说你做完程序员 做完程序员 过后你做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过后呢 你可以做架构式 架构式再往上一级就是cto cto再往上一级就是什么呢 技术合伙人 对 就看你将来有没有这个运气 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团队融进去 那你最后要有一个什么能力呢 就是要有这样一个能力 什么能力呢 表达 表达和这个演说的能力 演说 说老师我不喜欢表达 我也不喜欢演说 那你只有一种方式来征服别人了 就是技术 说老师我技术也不行了 说老师 说说现在呢 就是说你要是有一个能力特别强 比别人突出很多 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可以说 如鱼得水 那你可以说是在任何地方 你都能混得很好 但是如果说因为一个人在一个方面要特别突出还是很难的 所以说你将来就要一个综合的力量 比如像你将来做管理职位 CTO 注意听到这句话 将来你的工资要涨 你靠一个方面是很难涨的 因为你看现在有管理杆位的人 他的薪资明显要比指做程序要高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管理人才 他是很缺的 那么管理人才他有一个什么呢 要表达和演说 他去管团队嘛 所以大家平时呢 要注意这个去表达 你说老师我的性格有点 有点内向 我不喜欢表达 怎么办呢 告诉大家 你想象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其实性格是非常非常这个内向的 就希特勒 希特勒大致到很厉害 七十年轻的时候 希特勒是很自卑的 后面你看那个演说的跟他疯子一样 有些同学呢 就你要敢表达 有些找工作的时候 好 我就写到这了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截取一段小时